請坐下來 好 謝謝 我們今天想要感謝 我們今天來主辦的社團 尤其是我最近的台灣南蛇 我們的社長警署長在這裡 我們的前市長曾陳市長 你穿太多 你穿太多 我們臺灣社公醫師學長 我們的大教育 我們的張信航 我們的衛長在這裡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我們的張德謙 我們的張牧師在這裡 謝謝我們的總會長 幫我們祈禱 還有綠色協會 還有六堆原鄉讀書協會 感謝電台和臺灣快報 做這個暗會 讓大家來做會 我們三十二周年的美麗島 在高雄的事件 這個事件 讓我們的高雄 變成臺灣 近代民主化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這個三十年前的美麗島事件 是臺灣的民主發展的歷史上 最具意義的一件事 我還記得三十年前 那時候我跟二十幾年了 那時候我還在美國特助 所以我還記得 我在美國特助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們的老師在說 說你們的臺灣 你們的人權處境 他們覺得很質疑 那時候我是 國民黨交友出來的一個 台大的比例生 大家到美國發生了美麗島事件 我們的老師在問我們 你們倫臺灣怎麼發生這樣的事 我一直都覺得很震撼 我們這個世代的人 尤其是我們這個世代有留學過的人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記憶 就是 第一次出國的時候 發現外國人為什麼是這樣看我們臺灣的 人權的名聲 覺得我們的名聲怎麼不太好 對我們臺灣出國的大學生來說 這是一個很震撼的事 所以我第一次受到這個衝擊 我就發現臺灣的交友 臺灣成長的很多年輕人 真的出國外以後才知道說 原來外面的世界的想法 跟我們做國民黨這種黨國教育底下的大事 都差很多 這樣 三十年以後這樣就過了 那時候我做學生 現在我要選總統 這三十年以後 我真的學了很多 我學到的東西 我在美國 我在英國 學到的東西 很多 但是我學最多 就是這三四年 我跟臺灣人民學的東西 我學最多 真的 我們今個禮拜 我們在辯論的時候 馬英九說 他改變了國民黨 民進黨改變了蔡英文 我要跟你說 真正改變蔡英文 是臺灣的人 真的 跟臺灣民族 說過的也是經典 但是現在說過的得好 這就是人民幫我訓練出來的人 這樣三十年 我學很多事情 我也經歷過很多事情 我也覺得臺灣現在已經開始走向民主化的路途 雖然說我們的民主阿伯很成熟 但是我相信現在我們家的國家是一個很有錢力 而且一定會成為亞洲最好的民主國家 最重要的就是麻煩要改變 麻煩要改變和臺灣會重新回到我們的民主道路上 會在人權上面讓人權可以更深化來保護 讓我們的國家在亞洲在全世界 人們都覺得這個國家真的很注意人權 也很保護人權 也是一個從威權時代走出來的一個民主國家的典範 如果我們做成功 我們就出名了 所以做臺灣人要有志祈 就是說我們換你一定要贏 我們贏 我們把臺灣的民主 臺灣的人權再往前推 推到變成全亞洲最好的 變成全世界最好的 大家還好嗎 我們到現在已經經過幾次的總統的選舉 政黨人體也有兩次了 我相信麻煩就是第三次了 我們將會有第三次的政黨人體 而且很多人權的觀念也開始在社會深增發芽 我們的勞工人權已經進步得很快 尤其是我們在執政的時候 我們把很多的勞工相關的法規都做了完整改變 我們的經濟人權 我們大家在這個社會也越來越注重 現在在選舉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的社會已經到一種程度 在動物的人權 我們就開始關心了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 雖然還沒有到一個最好的 可是我們每一天都在進步 所以我們站在這裡 現在正在享受臺灣的民主跟臺灣的人權 我們要感謝 感謝的人 是我們走在台中 很多很多的民主前輩 我們要感謝 謝謝 謝謝 還有很多的民主前輩不在這裡 不過沒關係 我們大家都很感恩 感了 他們的名字 他們的圖像 我們一輩子都會記得 而且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這是臺灣民主跟人權發展歷史上 我們永遠要記住的幾個圖像 幾個人名 我們都一定要記 好嗎 他們這些前輩 無論是親身經歷美麗搞大域的民進黨 跟我們的黨外的前輩 還要再看一看 我們就叫這個人在那裡 我們叫這個人在那裡 現在這麼多人在這裡 我偷偷跟你們說一件事 很多人都問我說 主席 你已經重振了一段時間 你最崇拜的人是什麼人 我說過了 也有記錄了 我崇拜的就是叫這個人 尤其是 我在讀書的時候 到後來 看到菊姐的一張照片 就是美麗島大神的時候 菊姐要進去 要大神的時候 要走下去 非常的有自信 非常的衝容 那樣子 我就覺得 真的很讓人敬佩 這個影像 我自己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了 是這樣的影像 我一路從政 也是叫這個人 這樣子照顧我 連現在選總統都是他在照顧我 所以我們 真的非常感謝叫這個人 在那個時候 勇敢的帶領了一個風潮 我們如果有建復律師群 現在也聽到一個我們是辯護律師在這裡 那時候 還有千千萬萬的人 大家都一起來反對獨裁的政府 那時候 就像現在一樣 很多人 他的手上只有一點點錢 不過 他們這些錢 他們一定要交到維麗島那些政治犯的太太的手中 所以很多人把錢捐給他們 也很多人把他的票給我們的中青裔 方樹敏 還有許榮署 因為